彰化線道1398卦山景彎公路交通是不平傳 而噪音多半跟競速過彎壓車有關 因此警方導入了全國首創的科技執法 在兩個壓車的彎道熱點借助電眼辨識 只要系統偵測到輪胎跟路面角度小於60度 而且騎士有出腳側掛耍帥的動作就會拍照取締 罰款至少127條 彎道處整台機車幾乎是貼著地面過彎 或是這樣整個人側掛在車外 可別以為139縣道沒有警察現場取締 可以肆意妄為 這裡可是有全台首創 專門抓壓車的科技設備 警方在139縣道的咖啡店和壽林寺 這兩個彎處設置科技執法 當輪胎跟地面夾角小於60度 就會自動偵測拍照 一旦經過人工判定 就會視為壓車危險駕車 把單一樁最少1萬2起跳 從這個月15號開始正式上路取締 這個比較沒爭議啊 就是有一個標準訂在那邊 那我們會再做第二關的人工審核 看這個駕駛有沒有翹腳或彎腳 或者是身體有傾斜 故意壓車這個行為 排除正常過彎會出現的自然傾斜幅度 其他涉及炫技耍帥的危險動作 通通都逃不過 電眼辨士就代入帽 張華報導 到達了 到達了